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台电公司创立于民国35年 明年就要欢庆70岁的生日了 超过一甲子的岁月 台电与整个台湾的历史脉络仅仅相依 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点亮了万家灯火 创造了许多的不可能 而展望未来,台电这家老字号的公司 将会适应新时代的潮流 带着过去传承下来的光荣 迎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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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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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每一位台电人都已为这片土地提供能量与光明为傲 挥手台电一路走来,就像抬头远眺高山矗立的电塔 就像深入丛山峻岭,人机稀少的佩点线路 都是一代代台电人,披荆斩棘,风山开路,一步步开垦出来的荣耀 承担、专业、朴实、勤劳是我们一脉相传的精神地域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挑战与困境 每一代的台电人延续台电呈现其后肯荒唾物的精神 靠着努力与智慧接受挑战并突破困境 过去的十年,由于国际的燃料价格大幅波动 造成我们成本结构上的大幅变化并导致亏损情形扩大 然而电价调整过程,社会反应剧烈 加上何能争议浪潮再起 舆论抨击要求台电改革的声浪不断 也重创了同仁的士气 面对未来环保法规日趋严格的挑战 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趋势 以及员工退休将达高峰的影响 我们更要调整经营步伐 面对环境挑战 强化对顾客的了解与沟通 建立双赢伙伴关系 以更开放的态度建立多元社会沟通管道 友善环境以健全全方位预设企业形象 深化社会关怀 进行企业社会责任 在迎接年轻世代加入的同时 更要注重传承与融合 尽管去年终止连续八年的亏损曙光一现 但若以此张望未来十年 现在的基础则稍显薄弱 我们不能自满 必须持续敬业以待 勇于面对挑战并力求再传高峰 迎接七十周年的到来 我们成立了活动指导委员会 拟定了绿色环抱 经营变革及企业人文三大面向 并找出了十九项过去重要的主题事件与故事 进一步地阐释绿色环抱 经营变革与企业人文的内涵事件 透过回顾过往的荣耀与挑战 想得更深才能看得更真 在播化未来蓝图的同时 方向对了就更要坚持 而在指导委员会之下 各系统分别成立专案小组 透过小组的会议带领同人脑力激荡 除了展现不同系统的专才与特性 比的是创意 拼的也是面子 活动的内容不但要凝聚同人的相信力 更要与社会接规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信会为七十周年带来全新的活力 七十周年系列活动的举办 除了庆祝我们的生日 更奇迹透过相关的庆典与活动 提醒我们在此一时刻仍要一如既往 传承过去承担专业 朴实勤劳的精神 开启台电变革 开放 沟通 对话 活力 绿色 人文的新未来 回首风雨来时路 传承星火向前行 台电七十只要用心就能看见 寻回梦想的起点 只有努力才会实现 梦想才会起飞 穿过白云就是不变的来天 让我们一起携手将熟悉经验翻出新叶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